媽媽好神 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流汗流過頭 中暑會要命 跑了一整天然後流了滿身汗 就大概睡了半小時 他竟然吐了滿床都 還在流汗 還很講話的就是 就在醫院已經不流汗了 然後開始 迷迷媽媽都會被中暑 那個就是要叫救護車 中暑就是到Heat Stroke 就是身體放棄了 放棄就完了 你的溫度就一直往上瞄 然後大腦就變性了 那你的蛋白質一變性就好 真的可怕的喔 汗也有分好壞 流對汗才會健康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探討小孩流汗與健康的關聯 到底媽媽們都如何處理小孩的汗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很多大人有排汗 就是流汗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不討論 但很多小孩其實也有流汗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先問好神媽媽 你們的小孩也曾經有流很多汗的問題 讓你們有點擔心嗎 有喔 我的女兒很會流汗 那一開始我生老大的時候大女兒 然後我想說她每次啊 就是只要一睡覺 然後就滿頭汗喔 而且我沒有給她穿很多 我甚至到現在兩個都是蓋那種量肺 量感肺這樣 然後穿洞洞裝了 可是她還是每次那個一起來 她那個那個頭啊 就是整個心都在沉頭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受不了 就很害怕她感冒 對 所以我就會用那種紗布巾的準備 然後幫她吸汗 哎呀 然後就這樣順便去安撫她這樣 然後後來久久覺得太誇張了 因為她的頭髮比較多 她說那我就拿那個吹風機 然後睡覺你吹她頭 然後吵起妳那種 對 然後她已經也習慣了 然後左邊吹吹吹吹 剛才再把她移過來 然後再吹右邊 都OK 然後慢慢就這樣這樣 我想說 可能是因為我大女兒的頭髮比較多 所以她比較會有流汗的問題 那小女兒來了之後 發現一樣 可是她的頭髮沒有很多耶 然後那這會是遺傳的問題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耶 所以妳自己也流很多汗嗎 可是我跟我老公不太會 我是真的很少流汗 真的 先來破除一個謠言 因為前陣子就會有一些 網路上面的新聞 或者是甚至一些文章說 小孩晚上到汗是缺鈣 所有人跑去補鈣 買鈣片 鈣粉什麼的 NO NO 好可怕 你看今天我們那麼多小孩 每一個都說對 我家小孩也是小時候都會流汗 那妳就表示這是正常 對 所以跟缺鈣是沒有關係 醫師之前有教醫師說 那好像跟體溫調節有點問題 對 她自己身體沒有很成熟 可是我想知道 為什麼睡覺的時候特別會流汗 因為伊拉也是 她是那種不管冬天夏天 她睡著後 一個小時是會枕頭濕掉 像是洗完頭那麼濕 所以我要拿大毛巾進去幫她擦 而且她很誇張的是 她現在四歲半了 她冬天到現在 從來沒有蓋過被子 真的喔 所以她睡覺是一套就是 薄的棉質的長袖衣服跟褲子 然後加上房梯睡衣 這樣子過了一個冬天 因為如果我幫她蓋任何的被子的話 她的那個床墊會是濕掉的 真的很誇張 然後夏天的話就是穿小短袖背心跟短褲 然後蓋一個洞洞 然後還要開冷氣 可是為什麼會這麼會流汗 她不是英國魂嗎 她就因為有英國的基因 很怕 火腫在身體裡面 可是真的小朋友就是 真的三八五耶 對 不過這個是有一點誤解的 很多媽媽是 哇塞那個枕頭流了一堆汗 然後一摸手是冰的 那我現在到底是熱還是冷 就是她都很慌 但其實都不是 其實小孩睡覺的時候 她那個心中的小宇宙是很豐富的 喔真的嗎 對 她的交感神經會這個 上上下下起伏 隨著她熟睡 然後潛眠 熟睡潛眠 所以她晚上當她在倒汗的時候 表示她剛過一個睡眠週期 喔 那那個 因為她們的交感神經還不是很成熟 所以她身體就會大發汗 但是到底一天要流多少汗才是正常的 因為她真的流到整個枕頭都是的 對 重點不是說 我的小孩流汗的量 到底是不是正常 重點是 今天跟昨天比 或是 現在跟平常比 你怎麼最近流特別多 或是最近流特別少 這才是注意的 不要跟別人比 跟別人比就會很困擾 也是 我們家兩個小孩也是超會流汗 像我們很常跟朋友出去玩 那 別人的小朋友都頭髮都乾乾的喔 我們家都已經那種 一條一條 一條一條 汗根本就是用噴的 而且小朋友流汗 他就會跟你講說 媽媽我背後好癢 然後就是要你幫他抓背 可是小孩的汗真的是又酸又臭 你知道嗎 然後像我們平常出去的時候 我都會再多背個兩到三套的衣服替換 然後在家永遠就是背心跟內褲 就只要小孩一臭就會抓去洗澡 不限次數 但是像那種又酸又臭 你們是要注意的 味道 這個味道又是另外一個原因了 就是我們每個人身上皮膚都有帶有細菌 好的菌壞的菌 像這個小社會一樣 那這個細菌呢 它靠什麼過火呢 它就是靠分解你皮膚上面的這些 汗裡面的一些物質 然後就可以讓它活下來 那如果它今天是一隻 分解完之後 會釋放出臭味的這種乳酸菌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小孩 每次流汗都很臭 那如果說今天很幸運的 他身上這隻細菌呢 代謝出來就是淡淡的這種香味 怎麼有種有寵物的感覺啊 怎麼回事 你就會覺得這個小孩聞起來 有奶香味 或是覺得聞起來還蠻好聞的這樣 那跟你身上的帶菌有關 那很遺憾的是 我們很難決定我們身上帶什麼菌 通常一家人會類似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講說啊 流汗循環比較好 因為像我是很容易流汗的人 有時候我坐在這裡喔 啊 冷氣沒有很強 然後燈光一照 我就開始肺脊開始流汗 有一個重重背後這樣流下來 很多人就卻我說 沒關係啦 那個代表你循環比較好 真的 會有這一派想法的人觀念 應該是源自於說 因為他本來覺得我們流汗是散熱嘛 所以他會覺得一天到晚 身體很熱的那一群人 可能比較會散熱 所以就一直在流汗 所以他就覺得這一群人一定是我們的 循環啊 代謝啊什麼都比較好 可是事實上呢 這個跟你的體質真的有關 可是有些媽媽不能理解這個事情 尤其媽媽其實最常最常出現 對小朋友錯誤的排汗的觀念是 黃醫師已經教很多次了 但是還是有人會這樣傳說 就是說 你感冒的時候要流汗就會好了 因為他們要自己區分喔 他們以前都一律就是蓋被子 讓他悶出汗來 有個媽媽說他還是就被護理人員罵 因為他那個小孩一開始只有38.5度 然後他就決定說 讓他流汗散熱應該會好一點 蓋到40度趕快去看醫師 然後說他做這件事 就被護理人員罵 說這個你現在還有人這樣做 結果沒想到他分享這件事情 給他朋友的時候 他朋友說 我跟你講這是不行 我跟你講如果是一般那種鼻塞那種 悶就有用 但是 你這個可能就是那種流汗那種不能悶 請問說他們還是普遍會覺得說 要悶一下可能有棒 其實就是說真的 這個流汗就像剛才講 可能跟你的體質 或他天生他就是這樣 那甚至味道跟體質 還有跟有些人認為 跟腸胃道的細菌有關 因為腸胃道的細菌會影響你皮膚的細菌 所以你寶寶就是一個 腸胃道很棒的小孩 他就香香的 而且寶寶裡面的腸胃道就是 都是那些壞菌 皮膚上的菌可能也會這樣子 所以不要再迷信了 真的 為什麼小朋友會那麼那麼容易流汗 或者是有什麼某些特別的部位 他特別容易出汗 跟健康有關係的 一般來說 如果你的多汗部位是在頭臉部 我們中醫說頭是豬羊之慧 像甲抗屬於肝火旺 或是說你有時候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東西 你也會流汗 那屬於胃火比較旺 火一旺 因為火是往上延的 所以你會把身體就發現 是頭面部 它把這個熱 把這個汗液往外卸出去 可是另外一種情形是 虛的時候 其實也會火旺 剛剛說過旺 可是虛 因為我們其實中醫講那個氣 氣是看不見 可是氣很像磁鐵一樣 吸住我們的汗液 所以我們中醫說 氣能夠顧我們的體表 所以當這個磁鐵 就是說它吸住我們的那個汗液 不會往外卸出去 可是當我們氣虛 氣不足的時候 然後就變成沒有那個吸引力 所以汗就外卸出去 那另外一種呢 汗是在那個液下 其實液下的汗線不一樣 它是大汗線 分布比較密集的地方 那大汗線的汗液 跟我們一般體表的小汗線不一樣 它是比較粘稠的 它是比較粘稠的 喔